各位图文大家好 我们刚刚已经讲完我们这一课的标题之后呢 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段的课文重点 好来 Windy Clark had a full-time job as a chief advertiser and meanwhile had another career as a yoga instructor in the evenings 他是说呢 他白天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全职的工作 那他当什么呢 as a chief advertiser 他当成是一个广告的总监 这个chief是这个负责人 而且呢 同时这个 meanwhile 他是副词哦 表示同时 那我们可以换成at the same time 或者是in the meantime都可以 同时呢 他有另外一个职业哦 就是什么呢 as a yoga instructor 就是瑜伽老师 当在这个班晚的时候 in the evenings 每天班晚 所以evenes后面加s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to help refresh her stressed out employees Wendy opened her own yoga studio near her advertising office 他说呢 这个to呢 前面省略了in order in order to 为了 为了要帮助呢 这些压力过大的员工呢 让他可以就是恢复精神 他呢 就开了自己 在他的广告办公室的附近呢 开了一间瑜伽教室 好 那我们继续啰 she told them to relax by imagining they are enjoying leisure time by lying on the beach 他就说呢 他教他们呢 要放松 怎么放松呢 发言这边是借友 接西指借友 借友想象呢 他们呢 正在 躺在这个海滩上呢 享受他们的悠闲时光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老师来讨论一下 这个line line呢 这个是躺 好 那他的原型动词呢 其实是line 好 躺 那他的分词就是line 雷 恋 好 那他的ving就是我们的line 表示躺着 或者呢 这个动词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位 so for example 台北 l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台北位于台湾的北部 这样子 所以他有两个意思 那这个动词呢 同学常常呢 高中三年真的 每次出现同学都会搞混 他常常跟另外两个 呃 的动词 意思呢 玩呃 搞混 那老师也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是line 是lie lie 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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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lying 这个呢 表示说法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动词呢 就是laid 那原型动词不一样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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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那种学给混淆 那老师可以教一下大家怎么记 像这个line啊 躺啊 就这样想说 因为你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你就是 你常常就不会 就是你会翻来翻去嘛 所以不会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子 所以呢 他是不规则变化 所以是laid laid laid 那这个laid的说谎呢 那你说谎一定要前后都要一致嘛 不然就被发现 所以他就是规则变化 直接加d 过去试的时候直接加d 就变laid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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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是这个下蛋呢 laid laid 那老师就自己想啊 就想说啊 这后面这个d啊 他是一个像公鸡的那个尾巴 公鸡的尾巴这样子 所以就是laid laid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记一下这三个这个容易混淆的字 这样子 方便你记忆 好 那就是提供老师 提供大家老师的用老师的记法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啰 Lenshie told them how to ease the facts and adjust the poster 接着呢他就教他们啊如何这个意思是减轻他们这个僵子的背 还有呢调整一些姿势 所以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上学瑜伽可以让你矫正你的这个不良的做姿啊 让你的体态变漂亮 Later 稍后呢 Wendy Clavery Clavery market 和Yoga programs With some advertising strategies 稍后呢他就很聪明 Clavery 是很聪明的行销 这个market 是动词 行销 他的瑜伽课程 用一些广告的策略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广告总监嘛 对不对 好所以呢 他也是很聪明的哦 就是他不但呢帮他的员工呢 减轻他的这个压力 再来呢他也就是推广他的课程呢 用一些他自己本来就会的这些策略 这个with是用 借系是用 那同学可能就想说老师那一用啊或者是借由啊 那这个by跟with有什么差呢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后面加的东西 像这个with呢用一个方法 所以with后面加名词 但是这个by呢后面要加bng 就是这两个最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咯 那这些呢 which appealed to many company executives 而且呢他很聪明的行销他的这个课程呢 这一件事情 这个which指的是前面一整件事情哦 他做了他去推销他的课程的这些事情这样子 而且这件事情呢吸引了很多公司的主管 高阶主管 好然后to respond to the demand she created a series of customized yoga poses 为了要回应respond to respond to 为了要回应这样的需求呢 所以他也创了 他也创打造了一系列的这个客制化 customer customer 是顾客对不对 所以还是把动词加上ED 就是客制化的瑜伽的知识 her unique programs help employees feel renewed and enabled them to work more productively 而且呢他这个很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课程呢 帮助这些员工呢感受到换人一新 这renew 这被更新的意思哦 而且也让他们呢可以工作更有生产力哦 因为你可能一些不舒服 身体的不舒服呢都被舒缓了 所以对于工作来说 也可以无形当中也是有帮助 this brought her fan and all of this valuable experiences prompt wendy to write several books 而且这件事情呢帮他带来了名声 而且呢这些宝贵的经验呢 也促使他写一些书跟更多人分享 这边有个动词 promp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促使某人做某事 with multiple successful careers wendy now has a business card that reads advertising chief, yoga instructor, studio owner, office yoga coach and author 所以你看他同时斜杠几件事情呢 12345 同时斜杠5个身份 对不对 好所以同学在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所以有着有着这么多成功的这个工作呢 事业 所以他的名片上面就写着 同学要小心一下哦 这个reads 这个reads呢写着 什么东西写着 显示着 我不会用write 这个地方我会用read 读起来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小心一下这个动词 所以譬如说那告示牌啊 表示说我在这个路边看到这个告示牌说 就是不可以停车 the sign reads no parking here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什么东西写的 告示牌 或者是 卡片 名片上面呢 显示着什么 动词是用read的 这个地方同学要特别注意 好那就是我们第一段的重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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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